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吉隆市稅務局提早一天 慶祝7月1號稅務節 今天早上特地舉辦 有你真好稅務節表揚活動 表揚機優人員 以及對社區租稅宣導有功的媒體 市稅務局舉辦的稅務節表揚大會上 市長張通龍先表揚協助 租稅宣導有功的新聞媒體 包括吉隆有線電視公司在內 隨後由議長黃錦泰 市政府秘書長許清坤 市議員莊錦田 鄭林清涼 韓涼齊 以及稅務局長歐秋霞等人 逐一表揚稅務局機優人員 租稅宣導的活動 我們三合一一起來期辦 我想非常感謝我們歐集長 跟我們稅務局所有的同仁 大家的新郎 也謝謝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給我們很多的租稅的幫忙 也謝謝我們媒體朋友 給我們做這麼好的宣導 課徵稅收的時候 我想任何一個宣導工作 必須做得非常落實 因為畢竟從市民口袋裡面 要抽出一分一毫的稅收 市民朋友心中總是有萬般的不願意 所以黃錦泰代表基隆市議會 感謝我們稅務人員的辛勞 也要鼓勵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要誠實報稅 我們今年我們幫服務局的獎 首先我們就要謝謝市長 對我們貿易服務局的重視 還有民進市長也是非常支持 我們稅務局 那還有各位媒體好朋友 這個也是給我們非常精彩 熱烈的報告 那還有我們稅務局的 我們意識公布的活動 頒完獎後稅務局也進行摩采活動 由市長和議長分別摸出頭獎 製麵包機和二獎 蒸汽運斗 都由稅務局人員獲得熱鬧氣氛 達到最高潮 記者吳俊松採訪報導